よし 那我是曼安 空洞一時的236話也過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應該可以雷了吧? 如果你還不知道236話發生什麼事的話 標點 因為你會被 無量空處 沒錯 你整個人就會像中了五條的無量空處 大腦瞬間就會像病毒入侵一樣資訊量爆炸 然後就會整個人處於當機崩潰的狀態 到底該怎麼做才能避免被無量空處 簡單 領域展開Surfshark VPN Surfshark在全球100多個國家當中 設置超過3200台伺服器 可以不限地區、不限裝置 讓你瞬移躲在某個國家的伺服器當中 GPS偽裝功能會讓別人相信 你人就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它的防護系統的安全性遠超過你想像 可令Web功能能幫你過濾100萬個來自外部的惡意 而且能登入領域的裝置還是無限的 即將做相當完美了 但如果想要打造一個更無懈可擊的領域 那一定要再加上Surfshark 1 在你各自受到威脅 還是信用卡資訊外洩的時候 Alert會發出警告通知你 看網頁的時候 你還可以使用無痕的Search 讓你搜尋不留下痕跡 從現在開始 每個人都有機會學會這麼簡單的領域 11月18前 取得獨家Surfshark雙11限時優惠 只要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或輸入我的折扣碼 即可額外獲得5個月的免費使用 30天內不滿意 還可以無條件退費 角色便當如果發得好 不僅不會有損角色格調 甚至還能增加角色的魅力 以咒術本身來說 夏尤姐和七孩的死亡 都被撞得讓人超級捨不得他們離開的 但是2.5條物的死 卻讓人忍不住發出了 蛤? 前陣子2.5條物的名音會轟動於10 不只是因為他是5條物而已 而是5條物整個人 在實質意義上 徹底的崩壞 作者輕鬆展現了 如何在一回內 摧毀媲美主角的完美人設 原因 來自5條老師最後說出來的名言 素挪真是太強了 我甚至覺得有點對不起他 沒能在這場戰鬥 讓素挪展現他的全部給我 殺死我的不是時間或疾病 而是比我更強的傢伙 真是太好了 這段話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可以比跟自己強的強敵大 對某些角色來講 自從榮譽沒有錯 但是也要看作者一路幫他 建立起來的人格是怎麼樣的 5條老師 絕對不是一個好戰的人 相反的 他辦事風格細心又縮密 雖然平常5條看起來好像很隨便 但他多次預判情勢 並提早做了準備 像是5條光是行程曝光 被漏虎埋伏 他就懷疑高專內有內鬼 要割機去查清楚 一股假裝殺虎杖的事 也是5條的先見之明 事前先打點好的 懷孕片的5條 即使出任務時 一路上都沒有遇到強敵 他也還是會保持警戒 直到回到高專才放鬆下來 素挪也推測他最後一根手指 很有可能是在5條那邊 因為5條嘴上說 要等到虎杖吃下所有素挪手指 再進行實行 實際上5條很有可能 藏了一手 這樣虎杖就不會真的被處死了 這次都可以看得出來 5條對事情的輕重緩急 掌握得很好 小事可能隨隨便便 但大事並不馬虎 5條對自己自信的同時 也會把能殺傷自己的天逆謀 和黑神全部處理掉 雖然這導致解開5條封印的過程困難重重 讓所有人幹到不行 但是在素挪戰時發現 5條好像什麼事都沒有跟隊友們事先溝通 也什麼情報都沒有互相共享 5條邊打 隊友們邊看電視邊猜 順便當起的賽評 雖然5條和素挪打鬥在規格外 但面對不是第一次見的敵人 怎麼會連對方的領域是什麼樣子 也是第一次聽說 素挪戰前的5條給人感覺是一個 從容深謀遠慮的主帥 可是素挪戰時 只會覺得他是主戰力而不是領導者 後來5條在那邊燒燒燒燒 燒到沒辦法再開領域的時候 一股想要上場支援 結果被某人罵 這是5條巫的戰鬥 不論戰況如何都不能插手 不禁讓你疑惑 奇怪 那個總是未雨綢繆 又強調團隊重要性的5條呢 各位還記得5條為什麼要當老師吧 懷孕片中有提到 在經歷好友夏尤姐叛逃後5條的成長 他發現團隊之間即使實力很好 但是如果缺乏共同信念 或彼此之間的信賴 團隊終究無法維持下去 培養遺骨和虎仗時 他重視兩人能不能堅定自己要走的路 他也關心年輕夥伴的心理狀態 他擔心過太早讓虎仗面對嚴苛的咒術界環境 也擔心過伏黑的自暴傾向 雖然之下不認為5條自己是天才 所以他不擅長教人咒術 不過在關注學生心理狀態方面 5條擁有一顆不輸給任何老師的熱心 雖然說5條可能不擅長教一般學生 但是他在教天才型學生時 給予課體和指導倒是很有效 像是他認為伏黑可以更大膽的嘗試 伏黑也挑戰開術領域 除了教學以外 5條也是以釋財釋索的方式 給予不同程度的信任 像是他認為伊蒂芝不適合當術師 但是他信賴伊蒂芝支援的能力 把對術挪戰的大任交給了他 他認為哥基作為術師的實力不足 不過信任哥基不會是間諜 所以派他去調查高專內鬼 京都校校長殺了葉兒校長後 他以為5條會怪罪他 然而5條卻明白他的用意 在5條自己被封印葉兒被殺死 咒術界缺乏了一位說話有分量的人物 所以月顏師必須配合上層 不能完全失去說話的空間 而且5條最後還發現 過去做事一板一眼的月顏師 得知熊貓秘密後 竟然瞞著沒有上報 這也讓5條高興的說 原來人這個年紀也是會變的 如果由你來領導 應該會稍微好一點吧 從以上我們都能知道 5條並不是一個誤以為自己可以一人稱奇咒術界 獨善其身的自戀狂 他很清楚周書界這麼爛 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 是整個體制都要培養新人換血的問題 他也很清楚有哪些人實力不夠強 但並不代表毫無用處 5條至今為止的作風就是 做好萬全準備 並保持樂觀 連攝谷市邊那種 眼看就要被封印的絕望狀況 還是會對未來保持樂觀 提醒眷所不要小看其他人了 他所做的一切不是沒有意義 並真心相信夥伴們的實力 即使是還沒有當老師前的5條 他也沒有否定夥伴的定義 曾經對下游說過 我們是最強的 種種的特質 讓5條身邊聚集了一群相信他的夥伴 不過七海在236話 卻表示5條是個 只顧自己的人 應該把事情都丟給5條一個人做 那你覺得有些奇怪 因為照理說七海跟5條共識這麼久 應該會知道5條為了守護更多人 很認真的在培養人才才對 236話的這番描寫 相當於5條近10年來都在做白宮耶 雖然他曾經真的一度 對盤星教的人很不爽 甚至想過要把盤星教的教徒給殺掉 不過那個情況誰看的都會生氣 加上他剛覺醒狀態還沒有恢復 不然他對社會還是有很重的責任感的 在5條被封印的時候 諸也提過有很多人是靠著5條庇護的 以5條的實力 他就算對很多事情視而不見 也沒有人可以動得了他 而實際上 5條一邊被高層呼來換去忙得像狗 還要努力當老師、培養星秀 還會被高層扯後腿 如果5條是個獨善其身的人 大可不用這麼辛苦 反正鐵製爛也是歷史工業 一般人死的那也沒辦法 但色谷事變時 5條的戰鬥中分析控制無量恐處 不讓一般人受到太大的影響 從浴門江出來後 他還關心了色谷事變 受到無量控訴的一般人 有沒有回復正常了 獲得下游的屍體記憶的眷所 之所以選在色谷C集 也是因為覺得 在人群中5條會顧及一般人 而無法出手 5條則覺得自己被看扁很不爽 展現出堅固弱者 並擊敗花獄、漏虎的硬實力 過去5條跟聖兒打到嗨時 他也沒有忘記天內 還特地說自己沒有把天內的死擺在第一 感到很抱歉 表示5條對自己沉醉在跟強者戰鬥中 其實是會感到抗拒的 簡單來說 5條心中存有道德感 但236話5條在輸了之後 完全沒有考慮到後續影響 而且提到 宿奪甚至沒有使出權力的時候 對宿奪是感到抱歉的 這樣非常奇怪 因為宿奪的強大等於災難 這樣不就很像在說 我很抱歉 沒能讓宿奪你殺個夠嗎 這句話比較像 為了私欲行動的人會講出來的話 例如後期出現的陸子雲 當234話伊古打算去幫助5條時 陸子雲出面阻止他 並且說了 不要打斷強者間的對戰 雖然伊古後來也承認自己不該插手 但並不是因為怕5條打得不盡心 而是因為他怕他會扯後腿 結果陸子雲的想法才是對的 這樣5條豈不是前後矛盾嗎 然後5條對力量的追求也很怪異 咒助迴戰中 確實有像戰鬥狂陸子雲 或者是像彎這種人 他們只對強者有共鳴 只關心強者 但相對的 5條雖然也因為實力感受到有點孤獨 也曾對浮黑說 要變強到不會被我拋下 但從5條對好友離去時的反應來看 他並沒有害怕孤獨到 為了尋求夥伴 即使是敵人 也要倒貼上去判官事業程度 這讓5條在236話不停關心宿諾是否孤獨的行為 變得很詭異 5條不時一切也想要給他愛 難道這就是愛情嗎? 不過也剛好應徵宿諾說的 他因為強所以被愛的論調 說到這邊 這就是5條的便當 油損角色的魅力 還變成民營的最大原因 沒有說5條不可以輸給宿諾 但連長期以來 精英的人設也一起輸掉了 就顯得這便當臉的很廉價 像陸子雲雖然是自我中心 但他從頭到尾追求強者 也算是有始有終 如果要把5條也寫成自我中心的人 那讓5條一開始去認同反派 認同卷所 加入反派就好了 這種情況就很像 兵長對上獸子巨人 結果兵長大戰獸子巨人超強 歐術對上O4-1 然後明天O4-1到不行一樣超詭異 這些我們有講過 借件沒有設定胡杖的成長曲線 導致胡杖的故事先一直很不明確 但5條相反 過去的目標不僅明確 也一直朝著理想前進 結果訴諾在後 成長曲線直線集點 必須要說 從以前開始 這件老師就不是會服務粉絲的類型 很愛讓大家意想不到 以前巨人的作者 劍山創老師在訪談中有說 他想要傷害獨者 他的創作目的 就是要讓獨者感到痛苦 因為以他之前的經驗來看 會在心中留很久的作品 都是那些傷了他很深的 借件老師呢 也是來傷害獨者的 但借件老師傷害獨者的方式 就非常的不溫柔 不管多麼重要 他鋪成多久的角色 他想讓他死就讓他死 他想怎麼設定就怎麼設定 喜歡的角色就畫得很好 例如他曾經公開表示過的 七海和那些反派們 不喜歡男畫的角色就 感覺跟仇人一樣 例如虎藏丁哥還有五條 所以五條今天會變成這樣 感覺也不是很意外了 OK今天這一集就這樣 喜歡這支影片可以給我 超級感謝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馬 下次再見 掰